在上一期的傻瓜版牛排鉴賞指南 我们讲到了经典的牛排部位 吸冷、肉眼、费力如何区分和鉴賞 很多粉丝问到 那经常听到的上脑、板件、牛小排、牛男、肥牛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专业的餐饮顾问 这期我也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 以确保这期内容的简单和易懂 上脑位于牛的井后几类的前端 由于尾部紧挨着肉眼 因此风味和肉质都和眼肉非常类似 也被称为穷人的眼肉 上脑的切面由多条错落的肉筋组成 因此不是那么适合做成厚切牛排 而是可以薄切做成烤肉 薄切的上脑既保留了类似眼肉的风味 又克服了筋膜难嚼的缺点 而牡蛎肉也叫板件 可以粗暴的理解为牛肩肉 因为切面形似牡蛎而得名 它的肉质可以避免稀冷 但由于切面中间也有一条相对难嚼的筋膜贯穿 因此也更适合做成薄切 以弱化筋膜的存在感 我们再来讲讲牛胸部的肉 Brisket 中文为牛胸男 也分为前胸肉和后胸肉 前胸的肉运动量很大 肉质较韧 因此适合长时间的炖煮 而中式碰韧的牛腩 通常用到的就是这个部位 而后胸肉则拥有丰富的脂肪 柔嫩肥美 因此很适合做成高品质的肥牛火锅片 总的来说 拿肉界的澳洲牛肉为理 相对于经典的厚切牛排部位 吸冷肉也非力 上脑牡利后胸都更适合做成薄切牛排 或者烤肉涮肉片 价格相对便宜 口感不输经典牛排部位 可谓是高性价比的选择 下期我们讲讲牛排的煎制和熟成